防疫专家说9月10月要进入新流感的大流行 下礼拜就9月了耶 到时候会不会又有一波哄台涨价抢购口罩的风潮呢 现在口罩的工厂加开生产线 24小时日也赶夜也赶分三班 就是希望能够赶出足够使用的口罩数量 而医生也交代大家生活上要戴口罩 只要戴一般的外科手术口罩 就可以来应付新流感了